月亮 月亮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打我 等一下 我要你去 画面中这凶狠的山珠扑向一名男子 民众根本无力抵挡 倒地哀嚎 搞好宣服家序人员到场赶快拿起木棍驱赶 但山珠似乎攻击心很强 持续在果园徘徊 民众为了躲避还爬到树上 最后动宝人员连续吹箭 射出了八支麻药才让山珠倒下 五花大绑带走 而被咬伤的民众全省有多处的穿刺伤 脚趾的指甲也都被咬碎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这尴尬 注意哦 注意哦 廉价结束第一天 仍来仍往的公车站竟出现了火光 目击民众惊慌失措 眼看火月烧愿望 烧得焦黑的残骸不断掉落 吓得民众赶紧远离 不过因人潮众多 也吸引不少人在远处围观 事发于上午七点多 基隆市仍二路 二姓公车循环站后车停 天花板突然冒出火蛇 当时正直上班尖峰时段 后车人数非常多 靠站的公车司机看到火光 立刻拿车上的灭火器冲下来 对着起火源狂喷 直接将火石扑灭 也还好因为它不是很大 但是人来人往 难年会发生危险 现场起火的位置是位于后车停上方的电风扇 公车总站总站长郑文鹏赶到起火现场 联检状况并等待火场见识人员抵达 这座后车停是属于早期大都会那时候捐赠的 那相关的设备可能我们还要再请大都会的人员来 这边再离去 起火的位置是天花板的电风扇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引发电气类火灾 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 廉价结束第一天便遇上这起意外 也让不少早起浑浑沉沉赶上班的民众瞬间下行 记者朱丁荣 陈宣白 朱俊逸 基隆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轿车在山路上准备过弯 突然间后方传来巨大引擎声响 哄一声擦肩而过的 居然是一部沙滩车 高速飙山 没想到往前开 又有另一部沙滩车用同一招登场 车油门朝车瞬间 车尾还扫起一阵烟尘 实在要够嚣张 但这么明目张胆 马上就被报警 警车直接跟上去 拦截车队 很危险 因为它不能正常的上路 用路人也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也会担心说 它是不是会安全性不够 会比较容易翻覆或怎么样 沙滩车一共四部 违规开上头83线 一路往奥丸达方向行驶 疑似是要到浊水溪上游溯溪 警方发现其中有两台沙滩车 悬挂他车号牌 一台没有挂牌 还有一台最扯居然是挂上影印的临时车牌 驾驶不但最高将被开罚3600元 更涉及未造文书罪被移送法办 当场进驶 自单举发并扣脚牌照 沙滩车违规上路要不得 驾驶还接连开快超车 把飙杀快感带进山林间 恶劣又危险 疫苗惹怒又怒人 记者中文翔 杨树旺 南投采访报道 花莲女中经历强症后 首日上学 学生们赶在八点前回到学校上课 送学生来的家长看到校舍损快 似乎还是有点担心 教室阵成这样你会不会担心 有一点点 阵成很严重 会不会担心危险 强症影响最严重的综合大楼 是跑班教室 不会影响到学生正常上课 目前已经限制任何人进入 内部设备人未搬出 由于进行行政程序中 还不会立即拆除 未来重建费用将会相当可观 预估约两亿两千万元 拆除期间 因为有众多的重型车辆进出 再加上烟尘 再加上噪音 拆除的那个时间会进行线上授课 另外东华大学八日原本就是因应清明廉价 九日才开始上课 十号到二十六号采取线上上课 慈济大学十号正式恢复到校上课 西保国小受损严重 学生也改到富士国小上课 就离花莲最近的宜兰奥花国小专科教室 受到地震影响 天花板青钢架近乎掉落 底头书籍被震到堆成小山 校方目前已经封闭该栋教室 修复重整才会再开放 花莲重症也影响了不少所学校 各校也会务必清查受损建物 确保学生在安全无余的校园上课 记者刘几角林医生李廷熙 花莲宜兰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